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看了这么多次 为什么还要去看相声 因为会错 当然这只是偶发性事件 但演员们也在想办法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除了台下继续努力的练功外 台上也会想方设法的避免忘词的事情发生 就像台上打小抄 代词上台 就像岳云鹏在台上模仿郭德纲的那样 要说带此上台打小抄第一人可以说非张云雷莫属 许多人都是因为探清水河这首歌才开始喜欢张云雷 一首北京小区加上吉他伴奏 再加上张云雷独特的嗓音可以说是韵味十足 百听不厌 但今天说的却不是探清水河在八队的风香演出中 张云雷将饰演童小六 张云雷将童小六演绎的微妙微笑 风度翩翩格外让人喜欢 而更大的亮点却是张云雷的扇子 扇子的正面是兽与天旗 而背面却是密密麻麻的字 而张云雷忘词偷看的小表情引起粉丝们的骚动 而面对被发现的粉丝 张云雷更是直接正大光明的给粉丝看 密密麻麻都是歌词 张云雷的这一举动也是直接让粉丝们开怀大笑 绝对是德云射打小超第一人 前有打小超被发现的张云雷 作为师傅郭德纲也不甘乐后 郭德纲 于谦和高峰老师在演出拆唱单弦 弃书别凶的时候 三位老师一出场 于谦和高峰老师就正大光明带着词上台 而郭德纲却将词藏在了袖子里 一上台郭老师就问了两人 干了这么多年没见过带词上台的 听见两人的解释 郭老师也将自己的词拿了出来 台下的观众更是捧腹大笑 你等会我先问他哪儿啊 看你什么事儿 我大小看你啊 我就没见我拿到词上了 我解释一下啊 这就是一会儿讲话的那 这就是那种看 还已经拿着词上了 那样呢 最近唱歌唱过来都有生气气 感觉还没有 不需要 行 好在也没人跟咱们叫声啊 对不对啊 你唱唱唱唱唱唱唱 忘了忘了 就瞎这两句啊 观众就不知道 对 这要有准词的话 这是尊重观众 老郭可以说是说了句实话 台上如果瞎编两句粉丝们也发现不了 毕竟又不是没干过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 apa 事 Multiple 可不可捅 你放了 对不起 不愧是老郭 这现场编词的能力 不去听真听不出来 不知道这是不是不尊重观众 而最后这一位一定是为了尊重观众 众所周知 陶阳可以说是曲艺界的老艺人了 打小就登台演出 而陶阳被人质疑台上偷看小超 演出不认真 当天是陶阳跟高峰老师一起表演九亿闹公堂 顾名思义是九种不同的曲艺 这也是时隔十年 陶阳再次跟高峰老师合作这个节目 可能是不太自信 所以陶阳带了一个纸条上台打小超 所以被网友们质疑 事后高峰还亲自发文为陶阳辟谣 事实证明没有小条也没问题 十几年不演一回打小超也可以理解 带词不一定是不会 而是怕忘词影响演出效果 即使在舞台下已经练习很多遍 但还是以防万一 所以才带词上台 就像陶阳一样演出带词上台 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但在台上一眼都没有看 就像老郭说的那样 宪编观众也发现不了 但他没有这么做 这就是对观众负责 对舞台的尊重 对观众负责